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真言书》一开始 他就说我儿你要留心你 父亲的教训第八节 要听你父亲的教训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所以这个是一个父亲的教训 和母亲法则的书卷 所以这就是一个父亲的教训 和母亲法则的书卷 你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家庭教训成长的书卷 而我们读整个真言书 我们都觉得是父亲在说话 我们读《真言书》的时候 你就觉得真的是一个父亲在说话 但你去到第31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 今天去到第31章今天的经文 这里就讲到母亲的教训 这个地方就收到母亲的教训 这里提到一个人物 这个地方提到一个人物 他叫利母伊勒王 他叫做利母伊勒王 就是一个属神的人 他是一个属神的人 这一章就是他的话语 这一章就是他的话语 但其实不是他讲的 其实不是他说的 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 所以是利母伊勒王 母亲的教训 所以这个是利母伊勒王 他母亲的教训 对了 儿子你要做什么呢 儿子你要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整个真言书 由开始到结束 所以我们看真言书 从开始到结束 父亲的教训来到开始 母亲的教训来到结束 从父亲的教训开始 母亲的教训结束 其实这里是讲的 一个passage of life 一个生命的进程 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进程 是一个passage of life 就是一个passage of life 孩子要怎么样来成长 孩子要怎么样成长呢 你要远备那些 有暴力倾向的那些同辈 你要远避那些 有暴力倾向的同辈 你要远避淫妇 你要远避淫妇 大家都知道 对于青少年来讲 这些是很重要的试探 你知道对青少年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试探 就是你的piers 你的同辈 你要注意你的同伴 不要受他们的影响 不要受他们的影响 你要留意你自己 那种情欲的冲动 你要留意你自己 情欲的冲动 你又不要贪心 你要来到追求智慧 你要追求智慧 那真言书就是这样来到开始了 真言书就是这样开始的 其实是很落地 很踏实的 是非常贴地 非常踏实的 很认识一个以色列的少年人 他成长会面对 各式各样的试探 就是一个以色列的少年人 他成长里面 一定会面对的一些试探 但来到第31章 但来到第31章 就跟阿仔讲了 就跟他儿子说 阿仔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生命要有节制 他说 儿子 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要有节制 这是同一个王来的说话 这是同一个王在说话 告诉他听你一个属神的人 就跟他说你是属神的人 你要作王去管理别人 你要作王去管理别人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你懂得去管理自己的生命 最重要的话就是 你要去懂得怎么样管理你的生命 一个不懂得管理自己的人 一个不懂得管理自己的人 他会被别人来管理的 他就会被别人来管理 你已经在众人之上 你要作为一国之君 你已经在众人之上 作为一国之君 你就是一个能够去管理自己生命的人 你就是一个能够管理你自己生命的人 这些地方分为两段 第一节到九节第一段 一到九节第一段 第十节到第三下一节是第二段 十到三日一节是第二段 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生命的自我管理 就是头的一个小段 我们讲的第一段就是自我生命的管理 管理不是只是约制那么简单 管理并不只是约制这么简单 当我们说约制就是有什么不好做 当我们说约制的时候 就是什么东西不要做 管理就是你要清楚知道你要做什么 管理的话就是你要很清楚地知道你做什么 你要尽你全力来做好你要做的事情 你要尽你的全心全力来做好你应该做的事 比如我们管理不是要减肥 管理的话不是要减肥 我们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我们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吃健康的食物 吃健康的食物 是定时的有条有理的 定时的有条有理 要知道自己的体质 知道自己的体质 追求一个平衡的生活 追求一个平衡的生活 这个就叫管理 这个就是管理 如果我们经常有头昏伸热各式各样的病 我们要从食物的管理上面来着手 如果我们常常都是头昏脑胀的 吃各样的病的话 我们就要从我们的食物开始管理 对于一个王来说 他最重要管理自己是什么呢 对一个王来说 他最重要管理的是什么呢 在第三节 第三节 不要将你的精力吸附累 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 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第四节 这里特别再提他的名字 君王喝酒 君王喝酒不相宜 利目以乐 君王喝酒不相宜 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些不喝酒的君王呢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不喝酒的君王呢 差不多是不存在的 应该是不存在的 很多君王天天在饮宴 他好像是 没有人来管束他这件事的 好像没有人来管束他这件事 你作为一个君王 你真的可以这么做 你作为一个君王 你真的可以这么做 但是一个好的君王 但是一个好的君王 他会约住他自己的口 因为他要为 困苦的人来寻求公义 因为他要为那些困苦的人来寻求公义 第九节 你开口按公义判断 因为困苦和穷佛的 为他们来辩屈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 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 一个醉酒的人是做不到的 一个醉酒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做的 他没有这种分辨的能力 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分辨的能力 他也都不会专注别人的需要 他也不会去专注在别人的需要上 当酒精发作的时候 只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酒精发作的时候 他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或者他会很随口而出 或者他随口而出 他没有了君王的威仪 他没有了君王的威仪 并且每一句的话 就是来建立人帮助人 每一句话能够来建立人帮助人 好 那利母伊勒王的妈妈是谁 我们不知道 我们并不知道 利母伊勒王他的母亲是谁 利母伊勒王是谁 我们都不知道 连这个利母伊勒王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说 他一个敬畏神属于神的人 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不少 而如果你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君王 归属于神的人 在《旧约》里面也不少 但是最重要就是 他能够听他母亲的教训 最重要就是 他能够听他母亲的教训 这个母亲的心里面是最迫切的 这个是一个母亲 他心里面最迫切的 儿子你要做王了 第二次说 我的仪 我福中生的仪 我许愿得的仪 我当怎样教训你 第二次说 我的儿啊 我福中生的儿啊 我许愿得的儿啊 我当怎样教训你呢 用了三个的叠词来说 他和这个儿子的关系 他用了三个叠词来讲述 他和他儿子的关系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我福中生的儿子 我福中生的儿子 我许愿而得的儿子 我许愿得的儿子 你好好的听 我要怎样来教训你呢 我要怎样好好的教训你呢 不要将你的精力吸附 也都不要败坏君王的行为 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别人可能会这样做 别人可能都会这么做 但是现在你是一个一国之君 但你现在是一国之君 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 检不检点的问题了 已经不是一个检不检点的一个问题 你的使命就是要来到 将平安 将祝福 将公义带给你的国土 还有公义带给你的国土 还有公义带到你的国土 不要做一些败坏君王的行为 不要做一些败坏君王的行为 第四节就说 两次来提他不要喝酒 第四节就用两段来说 不要喝酒 两节 两次 两次来说 不要喝酒 君王喝酒 君王喝酒不相依 君王喝酒 君王喝酒不相依 王子说 龙酒在哪里也不相依 王子说 龙酒在哪里也不相依 酒啊 酒在哪里 快点拿多点酒来 这个是不合逸的 这个是不合逸的话 因为喝了就会忘记律 因为喝了就会忘记律 就会颠倒是非 如果别人喝酒又怎样 对那些将亡的人来说 就是那些就要死的人 让酒来麻醉他们的痛苦 对于那些苦心的人 对那些苦心的人 生活得太苦的人 由得他们喝 由那些他们生活得太艰苦的 你就由得他喝吧 让他们忘记生命那种苦楚 就让他忘记生命的苦楚 第七节就说 忘记他的贫穷 不再纪念他的苦楚 但是你是王 但是你是王 你不是这些贫穷人 你不是这些苦心的人 你并不是那些贫穷苦心的人 你要为亚巴来开口 为那些孤独的人来伸冤 你要为亚巴开口 为一些孤独的伸冤 你要开口 来按公义判断 你要开口按公义判断 为困苦和穷佛的人来变屈 为困苦和穷乏的变屈 你是君王 你是君王 你的口是带着恩言 你的口是带出恩言 你要将公义带来给国土 你要把公义带到国土 你就是那个不能够 单是为自己生活的人 你就是那个不能够 单为你自己生活的人 你有全国的使命 在你的身上 你有一个全国的使命 在你的身上 你要好好的爱惜自己 你要好好地爱惜你自己 管理 约束你的口 管理约束你的口 君王的口是最重要 君王的口是最重要的 不可以让酒 来让你自己分醉 不能让这个酒 让你酗醉 你要说公平和判断的话 你要说出公平和判断的话语 所以我们说管理 你不是只要不要喝酒 管理的话我们不是说 只是不要喝酒 要清楚这个行为 背后的动机 就是因为你要做判断 因为你要清楚这个行为 背后的动机 就是说你要来做判断 你是为别人而活的 你是为别人而活的 你是为别人而做君王的 你是为别人而来做君王 你的生命要归属于神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其实这段的经文 没有告诉我们不可以喝酒 这个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 不可以喝酒呢 但是你作为君王 但你作为君王 你为别人的缘故 你不喝酒 你为了别人的缘故 你不可以喝酒 以至你能够做到一个 判断是非的君王 以至你可以做一个 可以判断是非的君王 第一件事就是节制 管理好自己的生命 第二段十字到三十一节 第二段十到三十一节 这个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 其实她是一首诗歌 其实这是一首诗歌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才德妇人的重赞的诗歌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才德妇人的重赞的诗歌 第十节到三十一节 其实是二十二节的经文 其实十到三十一节 是二十二节的经文 二十二是希伯来的字母 二十二是希伯来的字母 第一节是从A开始 第一节是从A开始 最后一节三十一节 它是由Z来到结束 三十一节最后一节 从Z来结束 我是用英文来讲 第一节是Alif 第一节是Alif 最后一节是Tao 最后一节是Tao 字母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很记住 字母诗它特别的地方 它就是特别好记住 A是什么 B是什么 C是什么 D是什么 那你就能下去了 ABCD是什么的话 你就很容易地接下去了 我们读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都会想 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也会想 它是不是真的将一些 重要的事情来排序下去呢 它是不是真的是将一些 重要的事情如此排序下去 第一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妇人 第一节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妇人 她是一个asset 她是一个asset 是一个wife 是一个wife 太太 那就是A这一节了 就是A这个字了 B这一节就是 她是个bata B这一节就是bata 就是丈夫依靠她 就是丈夫依靠她 她有一个很信任的关系 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信任的关系 这样信任她妻子的人 她丈夫一点利益都不缺 信任她妻子的这样的一个丈夫 她一点利益都不缺 但我们数下去的时候 我们数下去的话 她又真的不是这样将 利益价值的层次 这样来铺排下去 她并不是按照这个利益价值的层次来铺排的 她就是按字母的出现的次序来铺排 她是按这个字母的出现的次序来铺排 当然她其实都有很多的考量 当然她也有很多的考量 但是这个字母是决定了这一句 是怎样来发展出来的 但是这个字母的话就决定她怎么样发展出来 哪一句跟着哪一句 好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这个才德的妇人 这个才德的妇人 原文就是妇人才德的 这个原文就是妇人才德的 这个句子是这样安排 句子是这样的 她没有说是一个容易找到的 她没有说这是一个很容易找到的 她说谁能得着呢 她说谁能得着呢 到你一首诗诗读完的时候 你真的会赞成这个问号 这首诗诗读完的时候 你真的会赞成这个问号 这么好的妇人真的去哪里找呢 这么好的妇人去哪里找呢 妈妈就提醒利木伊勒王 妈妈就来提醒利木伊勒王 你怎样都要找到她 你怎么样都要找到她 她的价值胜过珍珠 她的价值胜过珍珠 其实好像是说一个妇人的价值 好像是在说一个妇人的价值 应该说她是一个智慧的妇人 应该说她是一个智慧的妇人 因为在真言书第八章 因为在真言书第八章 讲到价值胜过珍珠就是智慧 讲到那个价值胜过珍珠就是智慧 这个珍珠原文应该是红宝石 珍珠原文应该是红宝石 或者是红色的马路 或者是红色的马路 就是她有稀有 就是她稀有 但是又有钢彩 有光彩 有色责 有色责 很难得的 是非常难得的 是用来形容智慧 而是来形容智慧 又讲到好像很难得 讲得真的是非常难得 如果我们读过真言书第八章 如果我们读到真言书第八章 那里整首都是一个智慧的诗篇 它整篇都是一个智慧的诗篇 那里讲到其实智慧不是很难找的 其实她这个方讲到智慧 并不是很难找的 在街头在行尾你都听到一道说话的 在街头上尾你都可以听到她的话语 你经过城门口你就听见智慧一道说话的 你经过城门口你就听到智慧在说话 智慧是无所不在的 智慧是无所不在的 只要你用心去思考 只要你用心思考 只要你是一个有反省能力的人 只要你是一个有反省能力的人 人生处处都是智慧 人生处处都是智慧 但是我们太多愚昧 但是我们太多愚昧 我们不留心 我们不留心 我们也不在意 我们也不在意 又不去到反省 我们不反省 就好像过着一个愚昧的人生 就好像过着一个愚昧的人的生活 但是智慧是俯拾即是 但是智慧的话是俯拾皆是 你怎么上这条楼梯 有上楼梯的智慧 你怎么上这个楼梯 上楼梯也有智慧 就是做每一样的事情 都教我们一些人生的法则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教到我们人生的法则 智慧每日 每时都向我们说话 智慧每天每时都会向我们说话 做每一个事情都有他的智慧 所以每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智慧 但是现在有一个智慧的化身 但是现在是一个智慧的化身 你得着他 你就得着所有一切的智慧 你得着他的话 你就得着一切的智慧了 他就叫做言德的妇人 他就叫做贤德的妇人 其实我们可以叫他做智慧的妇人 其实我们也可以称他为智慧的妇人 他的价值远胜珍珠 他的价值远胜珍珠 他能够立国 他能够立国 他能够建立家事 他能够平定天下 他能够平定天下 他是打仗的谋略 他是打仗的谋略 一切取胜之道都在智慧那里 一切的取胜之道都在智慧那里 好 跟着就说 他是一个可靠的人 这个地方又说 他是一个可靠的人 他也都是靠他的丈夫 他也靠他的丈夫 这种信任的关系 使大家是不会缺少利益的 这种信任的关系 使大家都不会缺少利益 其实原文和利益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使大家都不至于缺乏 是说使大家不至缺乏 这种信任的关系 是使大家都能够满足的 这种信任的关系 使大家都能够得到满足 是一无所求的 一个满足的人才是一个喜乐快乐的人 一个满足的人 他是一个喜乐快乐的人 他是一个满足的关系 好 第三节 三节 他一生所做的 使丈夫是有益无损 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他所做的事情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建立的 都是建造的 都是建立建造的 好 第四节 第四节 他寻找杨荣和麻甘心用手来做工 他寻找杨荣和麻甘心用手做工 这节我就有少少问题 这一节我有点问题 好像突然排到很前 突然好像排到很前面 其实是讲着他的beeing 为什么这里会讲他的doing呢 明明在讲他的beeing 怎么讲到doing了呢 他是一个不是闲蓝不做工的人 他不是一个闲蓝不做工的人 他是甘心做工的 他是甘心做工 如果你看下面的经文你就知道呢 如果你看下面的经文你就会知道 其实他家里一点都不缺乏 其实他家里面一点都不缺乏 那我要这样来解释 那我要这样子来解释 那这个甘心做工就不是因为他有缺乏 所以要做事 这个甘心做工不是因为他有缺乏 所以他必须做事 手停口停那种 手停口停不是那种 他有满足的生活 他有满足的生活 但是他享受工作 但是他享受工作 所以他会去找羊毛和马来做 所以他就会去找羊荣和马来工作 来做了 来做 其实这一节的重点就是寻找 这个重点就在寻找 因为字母排到这个位置 因为字母排到这个位置 但当我们看到他是甘心做的 但我们见到他是甘心做 他不是勉强做 他不是鼻涕做 不是被迫 他不是因为缺乏而做的 他不是因为缺乏而做 所以我们也看到他的鼻涕是在那里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地方 他的鼻涕 他享受手里面所做的工作 他非常享受他手里所做的 第十四节是这个妇人 一个令人深刻的特征 十四节是这个妇人 让人非常深刻的一个特征 说他好像商船 像商船 像商船 他好像一条商船 他好像一艘商船 从远方混粮而来 从远方酝酿而来 讲到他的仇算 他的谋略 他的见识 他讲到他的仇算跟谋略 大家知道去到所罗门的年代 他们就开始有自己的商队 有自己的艦队 你知道在所罗王那个时候 他有他们的商队跟船队 他们可以从远方把各样的货物带回来 但是这个女人 利慕伊勒王 我不知道是张要娶的妻子 还是她的妻子 她就有这份这样的见识 但这个妇人不知道是利慕伊勒王将要娶的 还是没有娶的 她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有这样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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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可以运粮 她可以运粮 她知道航运的事情 她知道航运的事情 从远方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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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没有缺乏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没有缺乏的人 他不是只是眼前手上有的资源 远方的资源他都能够调配得到 远方的资源他也可以调配 一个有眼光有见识的人 是一个有眼光有见识的人 跟着那次就是 天未刚他就起来 将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做的工来分排 下面那节就说 天还没有亮 他就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把当做的工分给他的婢女 所以他不是一个 竹琴见肘的人 他不是一个竹琴见肘的人 他是有婢女的 但重要的是他懂得分配工作 他懂得去让家中的人 来得粮食 他是家中的人可以得到粮食 他要被别人早起 一早就安排好了 一早就已经安排好 无论是食物或者是工作的分配 我们知道 其实有工人在家里 一点都不简单 我们知道 其实在家里面有工人的话 也并不简单 他不是住在你家里的人 他并不是住在你家里的人 他是等候你分派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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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不懂分派工作 是我们不懂得分派工作 以至我们的疲累 所以我们这些在家里工作的人 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使得我们的婢女 还有我们家的这些工人 她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但是这个妇人 她是知道怎样分配 但这个妇人她知道怎样来分配 天未光她就做 天还没有亮她就做了 所以到天亮的时候 这个工人都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 跟着就是说她能够用她的利益来买地 这个地方就是说她可以用她的利益来买地 我想去到这个阶段 以色列国都是一个连土地都可以买卖的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国他们已经可以买土地的阶段 以前所有的土地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 以前的土地都是祖先遗留下来 是家业来的 是家业 不可以买卖的 不可以买卖的 不可以拿移地界的 不可以挪移地界 那连地产都商业化呢 那其实应该是以色列一个比较后期的阶段 如果是地产都已经商业化的话 应该是以色列比较后期的一个阶段 但是她有能力去买地 但她又有能力去买地 因为她是从葡萄园所得的利益来买的 因为她是从葡萄园里面所得的利益来买的 即是说她不单止是种葡萄 就是说她不单止是种葡萄 她是有剩的 而且她有剩余 所以她有这种的资本资金 所以她有这样的资本资金 再去投资来买地 再去投资买地 去扩阔她的葡萄园 去拓展她的葡萄园 或者她种其他的 譬如无花果树等等 或者是种其他的无花果树 第十七节 十七节 这里给我们看到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 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 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人 她是帮庇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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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形容的讲法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形容的讲法 就是她是一个有力量的人 就是她是一个有力量的人 她要做的事情一定做得到 她要做的事情她一定做得到 这个帮庇不过是一个形容 这个帮庇只是一个形容 不过我们又会想起路德记里面的路德 这个地方又让我们想到路德记里面的路德 比辣鹅米其实她是帮庇有力的人 她可以拿那么多的古物回去给拿尔米的话 她真的是很有帮庇的 好 第十八节 十八节 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 她的灯就会中夜不灭 她觉得她所经营的有力 她的灯中夜不灭 其实如果这样捱野 不捱得多久 如果这样子捱野的话 真的是不能够捱多久 所以我要将她是一个比较 favorable 一个好一点的亮光来看 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亮光来看 她偶尔会这样做的 她可能是偶尔这么做 因为要把握时机 因为要把握时机 但是她不应该可以这样慢慢捱野 然后朝朝又一早被别人早起 她应该不能够每一天晚上都这样捱野 然后早上又要比别人早起 但是当时机来的时候 她会把握她的时间 但是时机到的时候 她会来把握 第十九节 说她能够编辑 能够来把这个仿战车 十九节 就是说她可以编织 可以来手把这个仿线车 我也不觉得她是干活 我也不觉得她是在干活 因为她有疲累 这些可以交代给别人做 因为她有病 她可以交代别人做 但这些可以是她的病 但是这是她的病 可以是她的乐趣 而是她的乐趣 就是做这些手工艺 就做一些手工艺 她不是一个闲蓝的人 我就想当你家里的经济能力 去到某个阶段之后 我就在想 如果当你家里面的经济能力 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做这些呢 你还会不会做这些呢 但她享受这些手里面所做的工 但她是享受她手里所做的 她不只是为了赚钱 她不只是为了赚钱 她不只是为了整你家里井井有条 她不仅是为了让家里面井井有条 她是一个能够发展自己必应的人 她是一个能够发展自己必应的人 她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 她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 她能够落手落脚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她能够亲力亲为去做她喜欢做的事 第二十节讲她来到 周制困苦人和帮补穷罚人 二十节就说她来 周制困苦人帮补穷罚人 我们见到她的手 我们见到她的手 但其实我们见到她的心 其实我们见到的是她的心 她懂得做这些 恩慈、辅述的工作 她知道去做一些恩慈、辅恤的工作 因为她知道别人的需要 因为她知道别人的需要 她不只是顾着自己的家 她不只是顾着她自己的家 为了自己的兴趣 为了自己的兴趣 第二十一节呢 二十一节 其实开始的字就是不担心 开始那个字其实是不担心 她不会因为下雪 而为家人来担心 她不应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 她是一个没有忧虑的人 她是一个没有忧虑的人 下雪其实在耶路撒冷很少有的 其实在下雪 在耶路撒冷是很少有的 所以每次来都有一个很突然的天气变化 所以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 但是她都能够安排好 但她也能够安排得很好 她们全家都会穿着得很舒服 全家都可以穿得很舒服 穿珠红的衣服 穿珠红的衣服 第二节呢 讲她做这个瘦花毯子 二十二节就讲到她做这个绣花毯子 用细麻和紫色布做的衣服 她是让家人都能穿得非常保暖的 而她的丈夫在城门口 和长老同座为众人所认识 她的丈夫在城门口 与本地的长老同座为众人所认识 她是一个成全丈夫的人 让丈夫为家里的事情无忧 使她能够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座 我又记回路德记的故事 波哈斯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她可以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座 为全城的事来做决定 为全城的事来做决定 第二十四节讲她 卖麻布衣裳 二十四节就说到她卖麻布衣裳 将腰带卖于商家 其实我们可以将这节的经文和上面的 比如第二十节 第二十九节和第二十二节 放在一起的 我们也可以把十九节和二十二节经文放在一起 还有第二十四节 但是因为字母先后安排的缘故 他们分开了 因为这个字母先后安排 所以就把它们分开了 如果不是就是说她是一个 能够编绩 能够洗家里温饱 甚至可以将这些做得漂亮的衣物 在市场里面来出卖 这个的话就是说她可以编织 使家人温饱 而且把这些衣服可以在市场上来出卖 这些应该是一组 这应该是一组 但是现在分开是因为按字母的编排 现在分开是因为按照字母的编排 第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她自己穿着什么呢 她自己穿着什么呢 她穿着什么呢 她穿着是能力 她穿着 她所穿戴的是能力 她穿着的是威仪 她所穿戴的是威仪 她整个人被人有这种感觉 她整个人都给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远超过她所穿着的衣服 远超过她所穿的衣服 她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她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她想到日后的情况就稀笑 她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 她不会为将来来忧虑 她不会为将来来忧虑 你又会问这个问题 你又会问一个问题了 那女人去哪里找呢 这种女人到哪里找呢 其实一开始这个问题就是一路大到尾的 其实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带到尾 简直太美好了 简直太美好了 如果有她一些部分的特质 已经是很令人满足了 如果有她部分的特质的话 就已经教人非常满足了 第26节 这是她另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就是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特质 口能够发智慧 她口能够发智慧 因为她是一个智慧的人 因为她是一个智慧的人 所以智慧从她口而出 所以智慧从她口而出 如果我们读过真言书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一种不常见的女士 如果我们看过这个真言书 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不常见的女士 因为真言书里面的女士 都是一些喘舌的人 埋怨的人 啰嗦的女人 对不对 因为真言里面 都是一些喘舌 埋怨啰嗦的女人 但这个女人 口一出来就是智慧 但这个女人她口出都是智慧 因为她整个的生命 都被智慧来到充回 因为她整个生命都被智慧来充满 她在舍上有仁慈的法则 她舍上有仁慈的法则 这个仁慈的法则是一个很特别的 叫做 词汇 这个仁慈的法则是一个很特殊的词汇 其实就是将Torah 生命书 律法书 和Hesed 这个恩慈是夹在一起的 其实就是将Torah 生命书 律法书 律法书 还有Hesed 恩慈把它给结合的 即她的律法是什么律法呢 她的律法是什么律法呢 她的法则就是恩慈的法则 她的法则就是恩慈的法则 她开口说的不单止是智慧 她开口的不单是智慧 讲的是智慧 是恩慈的法则 是恩慈的法则 我们知道诗篇1.1.9是一个对律法的一个赞颂 我们知道诗篇1.1.9是一个对律法的颂赞 然后针言第8篇是对智慧的颂赞颂 叫她来的一个颂赞 叫她做一个恩慈的法则 叫她称为是一个恩慈的法则 她开口就是讲这样的说话 她开口就说这样的话 好 那我跳到第29节 我跳到29节 其实人都赞她的 其实大家都称赞她 第29节说才德的女孩子是很多的 唯独你超过一切 唯独你超过一切 这应该是她丈夫对她的说话 这应该是丈夫对她所说的话 好 第三节就是说外貌是虚浮的 三十节就说外貌是虚浮的 敬畏耶和华就必得称赞 敬畏耶和华就必得称赞 在真言书一开始就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真言书一开始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她一路就跟这些男人说 你要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 她一路就跟这些男人说 你要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 这个地方说到一个女子 你都要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 你要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 你就必得到称赞 其实不是你的外貌 是你的敬畏 是你的敬畏 原来她享受所作的功 就能够享受所作的功 大家聚集的时候 大家聚集的时候 在城门口都要来荣耀她 在城门口都要来荣耀她 她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她是一个有恩慈的人 她是一个恩勤的人 她是一个恩勤的人 殷勤的人 她是一个能够发挥自己必应的人 她能够发挥她自己必应的人 她是一个有见识有远见的人 她是叫丈夫无忧无虑 叫她的丈夫无忧无虑 叫全家能够生活得安稳 让全家都能够生活得安稳 她是一个没有惧怕的人 是一个没有惧怕的人 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有人都来赞赏她 人人都来赞赏她 求神祝福她的话 求神祝福她的话 从父亲的教训开始 从父亲的教训开始 从母亲的教训开始 开始是说以色列的众儿子 开始是说以色列的众儿子 最后是说以色列的女儿 最后就是说以色列的女儿 你要成为贤德的妇人 你就是利母伊勒王 心里面所羡慕所向往的 你就是利母伊勒王 心里面所羡慕的 向往的 你会成为贤妻 你就成为贤妻 到哪里能够找到呢 我们求主来祝福她的话 我们求主来祝福她的话 哈利路亚 亲爱的主 谢谢你将生命的道 生命的智慧 今天向我们开启 主要愿你帮助我们 主要就像财德的妇女一样 不论在上在下 她关系都处理得已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补出一个赞美的旋律 就要献上在你的面前 主要赞美你 主要敬拜你 哈利路亚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 我的心全然想你 当圣灵的恨高满溢 我的灵不再封闭 赞美的清泉 如船与沐浴 我心中的喜乐 转流不息 赞美的腹 如雪花飘逸 心中的暖流 软软生气 我的怀头向你赞美全弦 永永远赞美不停 永永远远 成些如意 我用心的向你卸上自己 一生一世卸上自己 一生一世 交付不理 让赞美的旋律响起 我的心却然向你 让圣灵的恩靠满意 我的灵度在封闭 赞美的清晨如沉与沐浴 我心中的喜乐转流不息 赞美的音风如鲜花飘映 心中的暖流感人生气 我让爱不向你赞美成羡 永永远远赞美不停 永永远远 成羡如鱼 我要心的向你卸上自己 一生一世卸上自己 一生一世 交付不理 我要开口向你赞美成羡 永永远远赞美不停 永永远远 成羡如鱼 我要心的向你卸上自己 一生一世卸上自己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卸上自己 我让爱不向你赞美成羡 永永远远赞美不停 永永远远赞美不停 成羡如鱼 永远远赞美不停 我要心的向你卸上自己 一生一世卸上自己 一生一世 交付不理 好不好每个人都开口 向神献上赞美和感恩 谢谢你引导我们的生命 谢谢你在我们做 每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都告诉我们 你该往哪里去 只要你是我们的生命 不至于走歪 只要能够走在你的心意 当中 主我赞美你 主我谢谢你 谢谢你的恩典 常常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的慈爱 引领我们前面的脚步 主要不是说 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 就必全然得胜 就必全然得胜 主我赞美你 主我敬拜你 我要开口向你赞美成羡 永永远远赞美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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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永远不停 永永远远赞美不停 管理好自己 无论管理好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口舌 我们的身体 我们有没有好好地管理我们自己 或者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会不会很负面 任由我们的思想 任由我们的嘴舌 去说一些负面的话 弟兄姊妹 在这一刻里面 我们来到思想 你都反省一下 我们有没有好好地管理我们的身体 有没有好好地做运动 早点睡 吃一些健康的东西 让我们更加的 能够可以 无论是思想 生活 身体 甚至乎我们话语的上高 都能够更加象神 更加能够有向上行的 有一个健康的 无论我们的身体 无论我们的灵 弟兄姊妹 在这一刻里面 我们反省一下 当我们起不了身的时候 会不会是我们夜晚刻太夜睡呢 又或者因为太夜睡 为什么太夜睡呢 是不是我们没有节制呢 不断地 或者我们上网 要做自己的东西 要做自己的东西 又或者 我们时常 只是 没有顾念到我们的身体 没有好好地 去节制 吃一些健康的东西 反而时常地 去放纵身体 吃一些无益的东西 又或者 很可能 我们面对一些 事情的时候 面对一些人的时候 我们没有节制 我们的思想 因为我们的嘴唇 所说出来的话语 全部都是负面 全部都是指责 只有怪责别人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是呀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懂得节制自己 不懂得管理好自己 我们时常 让自己 跌入一个 不健康 心灵里面 负面 嘴唇里面 没有节制 所说出来的话语 全部都是伤人的说话 全部都是负面的说话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没有节制 主啊 求你在这一刻的里面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开口 告诉你 主啊 我们是多么不节制 主啊 我们是多么无智慧 为这样去管理好 我们自己的身体 管理好我自己的思想 管理好我自己的生活 主啊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说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让我有智慧的去管理好自己 弟兄姊妹 如果你没有好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没有好好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你告诉神 在这一刻的里面 你告诉神 你说我需要你啊 主啊 我需要你啊 我需要你 让我能够有智慧 去折制好自己的生活 主啊 让我不要再夜睡了 让我的眼目 不是定征在电脑上高 不是定征在工作上高 而是定征在神理的身上高 主啊 让我们的口识 让我们的思想 都是活在正面的当中 管理好我们的思想 不要胡思乱想 不要思想想一些负面的东西 主啊 让我们回去你的正面 回去你的正面 主啊 我们需要你 多谢你 主啊 有你 我们就能够有智慧 去管理好自己 主啊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 特别是我们做弟兄的 今天 何老师 带我们在分享 真言三十一篇的时候 每一个弟兄心里都想 哇 财德的妇人 谁能得着她呢 这样的妇人 去哪里找呢 但圣灵提醒 我也让我提醒 我们每一个弟兄 这样财德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这篇真言是 利木伊勒王的母亲 给她的真言 财德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不是 常常没有节制 不晓得珍惜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妻子 是神给我们的帮助 给我们的命定 每一个妻子 爱神的眼光里面 都是一个财德的妇人 要来帮助我们 为什么我们的妻子 她的鼻翼 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呢 为什么她没有办法 走入到命定里面呢 为什么她的一生 无法使丈夫有益无损呢 亲爱的弟兄 关键在我们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受教的心 愿意回转 回到真理里面 拥抱妻子 是丈夫的帮助 那人独居不好 要为她造一个配偶 帮助她 亲爱的弟兄 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如果你觉得你在这件事上 是有亏欠的 你常常出言 顶撞你的妻子 甚至羞辱你的妻子 叫她闭嘴 不要再说了 你很烦啊 常常常给她黑凉 在子女的面前 贬低她 不支持她 没有造就的话 她想要做什么 你常常都说不 她要去买卖 为家里添置东西 你就说她浪费 甚至你控制她的金钱 借着金钱 让她屈服在你心下面 让她整个生命 神所造她 成为一个帮助者的命定 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 如果这是你的光景 来到神的面前 今天是悔改得祝福的日子 财德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每一个虚心的 愿意悔改的弟兄都能得着 我带着大家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来到你面前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承认我是一个愚昧的男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愚昧的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不节制的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不节制的人 我没有办法节制我的口 我没有办法节制我的口 不说伤害妻子的话 我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我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看不出来舍己 看不出来舍己 造就妻子 造就妻子 就是祝福我 就是祝福我 祝福我的全家 祝福我的全家 以至于我常常贬低我的妻子 以至于我常常贬低我的妻子 使我的妻子没有办法走入祝福之中 使我的妻子没有办法走入祝福之中 使我没有办法领受从妻子而来的智慧 使我没有办法领受从妻子而来的智慧 今天我悔改在你的面前 但今天我悔改在你的面前 我重新拥抱你的真理 我重新拥抱你的真理 求祢使用我的妻子 帮助我有节制 帮助我有智慧 帮助我说该说的话 帮助我做该做的事 帮助我站在该站的位置上面 主要让我开口为一切孤独的深渊 让我开口做公义的判断 让我成为祢恩典的出口 主要让我成为祢恩典的出口 成为祢神迹的出口 成为祢神迹的出口 在这个世代里面 在这个世代里面 成为祢的荣耀 成为祢的荣耀 主我谢谢祢 主我谢谢祢 主这是我的祷告 这是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 能学祢的药师 是我能称为祢所幸运的爱 而祢是我的生命 能够呈现祢荣耀 在第26节说 能力和威仪是祂的衣服 祂想到日后的景况就起笑 祂开口就发智慧 祂是尚有人词的法则 能力 威仪 智慧 人词 都是神的属性 主当我们今天说 我们要做 一个才德的妇人的时候 神我们去到祢的面前 我们每一个姐妹去开声 我们求神的灵去到充满我们 让神的属性来到充满我们 就是能力 威仪 智慧 和仁慈 主要我们需要祢 主要我们需要祢 主要当我们每一个姐妹 我们越靠近祢的时候 主要我们的生命就越有这些法则 好吗 我先请每一个姐妹 我们一起去到起立 我们求神的灵去到充满我们 让神的能力 威仪 智慧 和仁慈的法则来到充满我们 主祢帮助我们 主要祢帮助我们 唯有祢的属性去到充满我们的时候 主要我们才可以成为那个才德的妇人 我也很想请弟兄起来去祷告 圣经里面说 丈夫在城门口 与本地的长老同众 男人要起来去到做大事 在城门口做大事 我请每一个弟兄起来 为着这个正旗的廉宵去祷告 让我们在教会的门口 在城门口 就去到全福音 就去到将神的平安 带祂到这个地的当中 所以我们就欢迎每一个弟兄祖妹 请这些祖妹为自己身边有神的属性祷告 弟兄我们一起为年少祷告 求神在我们当中做大事 祂子祂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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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 多的去靠近你 主以至到你的能力 你的威仪 主你的智慧 和你的Kindness 都充满在我们的中间 主你帮助我们 在你的面前 谦卑地跟你说 主我们需要你 以至我们才能帮助我们的丈夫 耶稣 我们多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是我的生命 能够将欠你荣耀 是我的生命 能够将欠你荣耀 是我的生命 能够呈现祢 感谢神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民 来祝福在现场 在线上所有的弟兄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在祢的生命当中 无论祢正被什么东西挟赤 我奉耶稣基督民宣告 这些的瑕疵 都要从祢身上完全的脱落 我跟奉耶稣基督民来祝福你 每一位弟兄 祢都愿意被帮助 祢知道祢需要被帮助 而祢乐意被帮助 我奉耶稣基督民来祝福你 当祢肯的时候 祢的生命就不断的往上行 而且祢的生命要越发的尊荣 越发的蒙福 也如同今天的经文所说的 我奉耶稣基督民来祝福你 祢是一个里面满了公义的人 满了正直 祢也满了属神的慈爱 我也奉耶稣基督民来祝福我们当中 每一位做姐妹的 包括我自己 神的能力 荣耀 威夷 披带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不是因为你 不是因为我 更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 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荣美 披带在我们每一个姐妹的生命当中 我们就能够活出 而且带出神的能力 神的威仪 我跟奉耶稣基督民 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姐妹 我奉主民来祝福你 让你的话语当中有智慧 你的舌头上满有人词 我跟奉耶稣基督民来祝福你 要成为好女儿 好妈妈 好妻子 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我奉耶稣基督民来祝福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属神的形象 以至于我们的家 充满爱 充满温暖 充满正能力 充满喜乐 而且因为我们越发的属神 我们活出神 造难造你的那一份的美好的时候 我们的家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后裔 不但蒙福 而且世世代代 丰盛 有余 充足 并且能够分给很多很多有需要的人 我奉耶稣基督民这样大大的祝福你 靠耶稣基督民祷告 阿们 祝福大家